每年八九月份是全国各学校的开学季,是学生军训季,也是某些人固定的借军训黑军队黑军人季。 这部前天一条西安某学院教官表白女生的微博又火了,段时间内转评赞六千余次,有门户网站还在行目位置,已又到大学军训教官表白季,有教官是惯犯未提进行了综合报道。 许多网民以为这个教官是现役军人,评论区充满了对军队对军人的指责甚至谩骂。 今何时该校的军训教官不是现役军人,虽然该校随后发布声明,说明此事是军训汇报彩排结束后的学生起混玩笑行为,并当即对该军训教官做出了开除决定,但网上一些人对军队军人的攻击还是没有停止。 无独有偶 9月7日,某大学军训期间,教官和学生因军资战力问题起了冲突。 网上视频显示,一个教官推了一男生几下后,三个教官一起脚踢男生引来网上对军队军人的又一轮攻击。 校方事后调查称,是发前学生先动的首,三名教官军训工作被暂停。 据了解何时,该大学军训未经当地省军区相关部门省批,大人教官也不是现役军人。 学生军训是根据兵义法、教育法办事的法律行为。 这些法律明确规定,凡是具有中国大陆籍的所有大学生和高中生都要依法接受统一组织的军事训练。 高校军训被纳入必修课程,高中生军训则属于社会实践活动。 高中生的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知识讲座考核成绩加入本人学习档案。 对学生的军训不同于军人进行的军事训练。 军人的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的一种军事技能训练,是为了打仗用的,要求更高。 而学生的军训是借助军事化训练和管理,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激发爱国热情,培养艰苦奋斗,刻苦耐劳的坚强毅力和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国防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养成良好的学风和生活作风等,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既然是军训肯定是部队组织的,教官也一定是军人。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我国每年有大约两千余万大中学生需要进行军训,哪怕按照每名教官训练50名学生计算,也需要兵力40万余人。 部队自身的训练,执勤等任务非常重。 如果军训的力量全部由现役军人组成,目前部队还做不到。 于是,有的学校就请民兵预备役人员担任教官,或者请地方的某些公司组织训练。 也有的高校指派高年级的学长给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进行军训。 这几年网上曝出的教官表白新闻,有些是师兄像师妹的求爱,教官素质不一。 军训过程中也有些实际情况出现问题在所难免,甚至会有怪事发生。 西安某学院军训教官因内部矛盾引起斗殴,竟然在校门口上演全武行,造成三人轻伤,一人重伤。 这些教官全部不是现役军人。 2015年8月,广州清远一名16岁少年在学校军训时被教官踢成披脏破裂休克,引起巨大反响。 这是该中学自己搞的军训,并未通过军方渠道组织。 教官为该校不知底细就聘用的社会人员,非现役军人。 2014年,曾经在网上引发巨大轰动的湖南龙山某中学师生和教官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 当时教官也均不是现役军人。 每当军训出了负面新闻,军队军人就会无辜躺枪。 这似乎成了近几年的网络规律。 俗话说云有头债有主,谁出事谁担责,非军人出了事,却把仗印在闹军人头上肯定不合适。 一些网民因军训出现负面新闻攻击军队和军人也是受到个别媒体的误保。 个别媒体在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就语焉不详的抢新闻,没有完全并成新闻报道客观,全面真实的理念,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采访报道,没有提供准确的关键信息。 还有个别媒体声拉硬套把一些本不属于军训的事情故意向军训上扯。 更有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大V推波助澜,甚至借机造谣诬蔑,那就应该谴责了。 军队的管理非常严格,对派出的军人教官要求很严。 近些年军队先后出台规定,明确要求相关部队要选派思想作风好,能力素质强的官兵担负学生军训任务,从其高思想认识和祖训能力入手,认真搞好港前教育和培训。 进行资质认证,坚持持政上岗,使程训人员掌握相关政策规定和学生军训特点规律,提高组训水平。 要严格过程管控,加强跟踪检查,规范组训秩序,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要建立健全学生军训问责机制,严格实施责任追究。 对出现教官与学生发生矛盾问题的单位或个人,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对教官与学生的交往方面,各部队规定的更细,要求的更严。 比如绝对严禁教官与学生进行拉拉扯扯等不正当交往。 可喜的是,为提升学生军训质量效益。 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相信有各级职能部门严格履职,有各学校和相关机构认真组织,有师训教官认真组训,有参训学生积极配合。 军训一定能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国防效益。 方指军队无辜堂枪,需要媒体包括自媒体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对相关新闻公正客观全面报道,不能靠故意隐瞒关键信息,诱导,误导大众来博取研究和点击。 作为每个网民,也要提高分辨意识和能力,对一些不实信息不能盲目跟风和被裹挟,更不能听风就是雨。 把军训中出现的个别葬水全部泼到军队军人身上,军阵平工作室书香满清。